現在人人都知道恆生是匯豐的子公司 其實恆生最初都是一間獨立華資銀行 只不過在1965年4月5日 恆生銀行發生了劑體 當日提款人潮由中環總行 排到皇后帳廣場 銀行為了證明資金充足 有一疊一疊的銀紙擺滿了大堂 不過情況沒有改善 市面上人心惶惶 大家都爭著將放在銀行裡的存款拿走 恆生在一日之間被提取8000萬存款 佔銀行總存款六分之一 面臨清本和倒閉的危機 恆生銀行創辦人何善恆 召開董事會商賭對責 大家研究了三個方案 第一個是由美國大東銀行援助 第二是停業由政府接管 第三個方案是接受最大競爭對手 匯豐銀行的援助 最終因為第三個方案 符合存款、股東和社會的利益 恆生決定與匯豐協商 匯豐最初提出 以7500萬港元收購恆生75%的股權 不過被恆生拒絕 雙方經過數輪初商 4月10日 凌晨公布達成協議 匯豐以5100萬港元收購恆生51%股權 制提潮終於結束 匯豐也將最具威脅的對手 行生收歸旗下 同時奠定香港銀行界龍頭大哥的地位 錦管局於2004年 成立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 通過香港存款保障計劃 現在市民將存款放在合資格的銀行 萬一銀行倒閉 最高可獲50萬港幣的補償金額 如果超過50萬現金怎麼辦 有人就教分散投資 不怕麻煩的話 每間銀行擠50萬 有事就萬一失